Python程式语言 Python方法 方法是在物件上执行程式码的一种方式,就像从类别中呼叫行为一样。 例如,呼叫汽车物件的Start,方法会启动汽车。 这意味着它可以处理类别和物件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建模。 Python类别方法是一种抽象资料型别,ADT。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蓝图。 参考图纸制作的火箭是按蓝图进行。 例如,我们建议参考一辆汽车。 汽车类别包含品牌、型号、颜色、燃料等属性。 它还保存诸如Start、Halt、Drift、SpeedUp和Turn等行为。 丰田Corella物件具有这些属性。 这是Car类别的一个物件,我们可以选择称之为Corella。 Python物件 让我们建立一个Car类别和一个名为Corella的物件。 请记住,您可以使用类别来建立任意数量的物件。 我们可以使用Python中的点运算子来存取其属性。 Python方法 方法就像函数,但必须在类别内的物件上呼叫。 要创建它,您必须将其放入一个类别中。 在我们的Car类别中,我们有五个方法,但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 我们以呼叫Corella上的Drift方法为例。 与函数一样,方法也有名称,参数和回传叙述。 这是一个接受参数并传回值的方法的范例。 Underscore underscore net underscore underscore 如果您以前使用过物件导向语言,那么您就会熟悉建构函式。 在Python中,我们使用底线底线Anet底线底线,来初始化类别属性。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们使用底线底线Anet底线底线,来初始化属性Species和Gender。 Init是一个魔术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前后都有双下划线。 Python Self-Parameter 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在Python方法中使用Self参数呢? 它就像Java中的This关键字。 Self参数告诉解释器处理目前物件。 Self参数告诉方法对目前物件进行操作。 这是化学科的分数。 这是平均分数。 您也可以直接为属性指派值。 这意味着您不必依赖引述。 要注意的是,Self不是关键字。 您可以使用任何名称,只要它遵循命名标志符的规则即可。 而且,它不能是保留关键字。 Python Functions vs. Methods 函数是通用的,而方法是在物件上呼叫的。 这意味着方法与物件相关联,并且可以存取和操作类别内的资料。 例如,假设我们有一个名为Car的类别,其方法名为Start底线Engine。 此方法可以存取和更改物件的状态,例如开启引擎。 在另一方面,函数作为参数传递时不会改变物件的状态。 这意味着它无法存取或修改类别内的资料。 Python魔术方法 魔术方法是名称前后带有两次底线的特殊方法。 魔术方法,也称为Dunder方法,允许我们实现无法用普通方法表示的功能。 例如,您可以用底线底线Innet底线底线,方法来初始化物件。 现在,我们只列出一些魔术方法。 炉 headache Scary 确认